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歡迎大家收看今集的《哲學是敢談》 今天我們講的話題是錢 為何要講錢 我們遲些再跟大家解釋 不過我先介紹一下自己 我就是Alex 而今天我們請了一個出書 其實比我們還好買 很難得 就是《區塊鏈社會學》的作者高重健 沒有好買過你 作為我們重量嘉賓 我們也有重量主持 首先就是我的拍檔嚴叔 看重是挺重的 然後有我們的大師兄Roger 我是純粹是一個藝人來學習 這次真的是 完全不懂 然後也有我們的Tommy 好像持有很多貨幣 好像有什麼事 StackModa都來了 我們之後再講 其實為什麼會討論今天這個題目 我想尤其是近一兩年或三四個月 最起碼就是大家一定少不免 未持有過 但也聽過加密貨幣或密碼貨幣 但是什麼叫加密貨幣 什麼叫密碼貨幣 不是真的這麼清楚 不是說一塊錢用什麼去做 而是它的本質是什麼 可能有些人會認為 哲學其實不講錢 其實不是 我們講錢 除了因為我們窮 我們即是窮 我們即是窮 但我們是講的 因為這件事 其實跟很多時候的概念很相似 譬如時間 我們每秒分 每秒都這樣過 但我們都會想一下 究竟是什麼 這個本質 所以究竟是什麼錢 貨幣是什麼 今天就是我們討論的話題 我記得從這本書說 有些人一輩子不能用錢 但都搞不清楚什麼錢 因為其中一個人很清楚 我其實在說自己 我覺得我幾十年 都是有這樣的狀態 我幾十年都是沒有錢的狀態 或者我們請Roger 講一下今天的 不認識的人 當然是爭取的 而且要先交代一下 就是其實今天請高健 我們叫他高健 通日以前認識 就是私心 就是因為那時候 出了這本書 就覺得很好看 講很多東西 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很想抓他上來做節目 不過之前沒有什麼機會 今天終於都被他夾他上來 可以講一下 學習一下 今天我們講 其實中心就是 所謂密碼加密 虛擬貨幣這些東西 所以我們大概 先由一個很一般的概念出發 就是錢是什麼 他是錢的一種 似乎是 當然有人去懷疑 但首先我們 可能先討論一下 錢究竟是什麼 它有什麼特性 什麼令得一件事 可以成為錢 有什麼都可以 但好像不是什麼都可以 如果什麼都可以 好像我發達 但是又好像很多不同類型的錢 那究竟錢是什麼 這是一個 一般的問題 而且當他會有哲學味 問本質 你們這些好像是 金錢的本質是什麼 之後我們就會進入去討論一下 究竟我們 譬如經常聽 至少我都聽過的 比特幣 這類東西 好像就是一些幣 但拿不到在手上 有沒有重量 以前你看網絡片 有四兩銀 那些很聚首 真的有重量 那些好像 又是錢 但又不知道在哪 那它是什麼 第一 為什麼它可以被視為是錢 合不合理 究竟它是否做一些 所謂錢 我們覺得做到的事情 我放在哪裏 銀包 好像也有 不過銀包 好像不是那些銀包 而且這裡很有趣 就是當如果這個都是錢的時候 它至少跟我們一般人心目中想的那些很具體 實在 拿得出來 或者借得到回來 拿著在手 的錢很不同 但它不只是錢不同了 如果是這樣 錢用來買東西 那會不會買東西 買東西的概念都會不同 或者銀包用來栽錢 那會不會銀包都因而變成其他東西 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們對錢的理解不同 以至於 譬如將某一些 我們可能以前不覺得是錢的東西 很虛擬的東西 都當是錢的話 它會不會同時 還會在我們生活的其他方面 甚至整個社會方面 基於它的某些特性 會有一些不同的 即社會上的影響呢 當然 我們的慣例就是 最後講過的東西 未必能夠討論到 但是如果可以 我覺得都很有趣 這個 會怎樣影響我們對生活 對社會的理解 我們就可能圍繞著這些問題 大家一起討論一下 很多東西 我想其實挺有趣的 我不劇透 因為其實這本書裡面有很多章節 都討論到很深 但有一個 我不記得是在本書裡面說 好像說到我沒有看本書 但不要緊要 就是我們說什麼叫錢 其實我們會用一個詞去形容 就是金錢 就是錢就是金錢 而且就是錢字也是金字簿 似乎錢這件事 起碼在中文上 跟金屬的黃金 其實是息息相關 而其實就算不說黃金也好 我們會覺得 我們是一些貨幣 一些錢 始終都是有一個標準在 譬如說美元 美元 我們會說 這件事是一個準則 一個定位 一個本位 這件事其實重建 我剛才在咪咪後 也跟他討論過 其實也有一些想法 可不可以跟大家說一說 我覺得錢這件事 其實很有趣的地方 是我們其實 剛才也有提過 幾十年代我們用錢 但可能很多人幾十年以來 都不真的會很思考 所謂錢的本質是什麼 但我們又不覺得 我們覺得自己會知道錢是什麼 譬如上一集說藝術 很多人都會覺得自己 不知道什麼藝術 我們說藝術我懂得鐵什麼 但從來沒有人說 錢我懂得鐵什麼 我懂得金 賺錢我懂得鐵什麼 但沒有人說 錢我懂得鐵什麼 所以我們以為自己很清楚 但最少是 我不說人 我說我自己 過去幾十年 至少到有密密貨幣之前 那幾十年 我一直都要花錢 日常生活上 但我其實沒有思考過 錢是什麼 我只是這樣說 錢通常都叫金錢 是金 錢本身是金字報 所以跟黃金息息相關 我們會用一種 載體去代表錢 而錢籠統一點 或者是哲學的本質來說 我會認為是一個價值的載體 再拆細一點來說 可能一般經濟上會解釋 錢就是價值的 用來利定價值 用來儲存價值 和價值交換 這三樣東西 拿來做一個這樣的功用 這些就叫錢 但我們日常很多時候 會理解法定貨幣 將它等同於錢 很少會再思考更多 所謂錢的本質等等 那會不會這樣理解 錢是怎樣 我們心目中會有些印象 就想到銀包拿出來的東西 它是一些很具體 有些物理特質的東西 但根據剛才的說法 譬如將錢看成 某些東西之所以是錢 是因為它發揮到某些功能 所以這個意思是 其實錢不是一個很實際 一個好像說一些物理對象的 我們看它是甚麼 就要看它有甚麼物理特質 而是看它在我們生活中 它是發揮一個甚麼功能 譬如可能跟價值有關的某些功能 去理定它 去儲存它 或者用來加換一些東西 所以它是一個功能性的概念 而如果這樣看的時候 很有趣的就是 它未必一定要以某一種 特定的物理形式出現 它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形式出現 因為它只要發揮到某個功能 就可以當成是錢 會不會太簡單 我覺得這樣 不簡單 我覺得一點也不簡單 其實有一個看法很有趣 但這個看法不是我原創的 就是它覺得錢其實是一個形容詞 或者錢是一個概念 甚麼意思呢 就是有些像無限的概念 無限我們大家都知道無限為什麼 但是如果我給你一個字 譬如一百億這樣 你可以很容易就說 我二百億這樣 所以你其實說不到一個字 一個數值是真的代表 真的無限的 它只不過是一個概念 而金錢 剛才說的三大功用 價值的利益 價值的儲存 價值的交換 如果有一件事 它可以完美地去做完這三種功能 它就是完美的錢 但是其實我們都知道 譬如我們用的港元 或者全世界都知道 美元不斷貶值 所以它其實儲存價值 這個功能其實不是那麼好 其實它不是一個 所謂完美的錢 你可以理解錢是一個形容詞 所以當這三個維度 越是做得好的 它就是越淺 那種金錢性 可以去這樣的理解 即有些貨物就是 錢更多 可以這樣理解 甚至乎可以理解 譬如香蕉是錢更多 蘋果 如果這個 或者 可能不是的 例子 譬如口罩是錢更多 因為你給口罩 可以換到其他的貨物等等 所以這個概念其實是挺重要的 就是為什麼 我想大部份人 或者未接觸現在的密碼貨幣之前 很多人都會覺得錢 其實一定是很實際的 實際的意思不是說 它一定是那張紙 或者是那些銀 譬如說 有些人都會接受 譬如說銀行很多數字 他都會覺得很實際 但實際的意思就是 背後一定是有一些東西 去支撐著他 而那些支撐著他 的東西 似乎 他們很多時候會認為是一些政權 譬如說美金 我們經常都會說 為什麼是美金 我們會作為一個定位 因為 縱觀 起碼是幾十年 美國是一個強國 他作為一個政權 去支持著他發行的貨幣 這樣便是很可靠 所以其實起碼 雖然我們都說他無限QE 不斷地引錢 然後令到美金貶值 但是似乎他貶值極 他也是有一個值在 所以其實 就會是很可靠的一件事 比較可靠 他起碼是錢 購買香蕉 我想那個國家是 支撐著整個地球的香蕉 的發行 並且是逼人家 要用香蕉作為一個貨幣 去跟他貿易 所以其實 為什麼是一個問題 但是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你說美國是一個 本身的問題 那便可能他一天變成人民幣 或者變成其他國家的貨幣 為什麼這件事 例如我們其實 法定貨幣等同於 就是金錢在這個現實世界上 實現出來最好的一個狀態 為什麼這個想法是 有些問題 為什麼會否推虛貨幣 我這樣問 我將問題辨識 就是譬如 即剛才我們似乎 釐清的一件事 就是錢 就不一定是 以某一種特定的物理形態出現 好了 但是他只要發揮到 我們說某些功能就可以了 但是又未是這麼容易 所以所有人都會拿出口袋 這樣又可以做錢 撕兩條頭髮 這樣又是錢 可能可以 但是就不一定可以 就是說 要發揮到這三個功能 滿足到這個條件 都需要另外一些條件 可能他要在某些情況之下 雖然他不一定要是一張張一個個 但是他要滿足某些特定的條件 比如剛才提到一些 可能和一些政權有關都不頂 他去承認 但是實際上是甚麼 我們一會兒再講清楚 他扮演過甚麼角色 即是有個政府在為何那麼重要 但我還有一點補充 就是 我猜摩托雷新的問題 就似乎還覺得 錢好像有些非阿即霸一條界 但我猜從剛才那核心的精神 是在於 錢是一個 即是有多少錢 有多少錢 是一個 當然是 一個連動的光譜 所以未必問 你問甚麼時候才會算是錢 可能應該問題問 就是有些甚麼 剛才有講幾個條件 即是有幾個功能 有些甚麼輔助 有其他甚麼條件 使得發揮過三個功能 發揮得好一點 令到他的錢的層面 會更加淺一點 會更加適合做錢 所以就變成 我覺得 首先 法定貨幣 是大家都會知道他的錢力很強 原因是因為 他是一個執政黨 或者在一個民族國家裏面的一個政府 他指定用這隻幣 即是有一個說法說 即是謊言和語言有甚麼分別 就是 語言就是有軍隊支撐的謊言 即是有這樣的說法 其實錢是一樣的 即是可能在某些部落 我認定某一隻做錢 但是當你有個政府出現 而在統治這個土地 他就會指定這個錢 譬如舊的台幣要退出 你要換成新的台幣等等 所以軍隊支撐 他就令到大家一定要承認 所以很強 所以這麼多人 我想這麼多人有這個定見 覺得 即是把金錢和法定部 劃上等好 就是 反過來來說 是因為我們沒有一個想像 或者沒有一個工具 在沒有一個政府 沒有一個政權 沒有一個軍隊的情況之下 都令到共同體 有一個共識 我就要承認這杯水 即水就是我們的錢等等 直至區塊鏈的來臨 我想重見那個位置 可能很多人 其實也會想 即是完全不想錢 但譬如剛才好像Alice這樣說 我們想想美金 我們會這樣想 其實某個意義下 都應該是代表了 我們承認了 或者對於發行貨幣的機構 或者政權 是有一個信任的 或者投了信任的一票 但其實我們不會很清楚地說 但我們日常生活會用 想賺錢 其實就是覺得那些有價值 或者國家發行的東西有價值 所以 金錢在剛才說 怎樣可以令到它變得更加金錢 或者更加可以做到 即是錢的幾個功能 就似乎是要有一個 好像我們脫離不了這個思維 好像有一個龐大的力量 或者機構去支撐著整個網絡 或者整個系統 而我們會覺得 如果有一些東西 是脫離了這個網絡的系統 即是沒有了國家的 然後好像我們剛才說 我們圍內拔掉頭髮出來壞錢 我們會覺得不合理 會覺得做不到這件事 因為會覺得沒有人承認 即是就算好像剛才同樣說 我們就算有足夠的人 可能那個部落有足夠的人 去承認用頭髮做交易的一個工具 但如果他只有一天 有一些強大的力量 可能控制著我們的生活 其實我們也聽他說 我們其實是不能離開的 在這個情況下 會不會是這樣 其實我們限制了 我們剛才說 我們想不到有其他可能 我覺得很大程度上去 我也希望是 其實我希望是 大家都是不能離開 因為我們這一節的時間差不多 所以希望下一節大家都不要離開 讓我們繼續討論 什麼是金錢 年輕人 那些的確是 我自己是最好的 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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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驗 年輕人 年輕人 演奏就是我們環節人生的道路 用大相頭,寫一寫才好 怎麼說?以後香港人就是我們 合作愉快 歡迎大家又來到第二節的《哲學是這麽談》 我們上一節就很快地說了一些法定貨幣的問題 不過因為太快了 Roger其實是有些東西想補充 那些蠢人要由基本的開始想起 其實剛才Tommy也說了一些 我順著說下去 我們似乎由金錢作為要發揮三個功能 一樣很特別的東西 他似乎需要一些條件 我們剛才說到 最初都提到法定貨幣 好像是我們一般人都接受的唯一 合理認證一件事作為金錢的機制 我想分開兩件事 第一似乎一件事是否能夠成為錢 即是能夠發揮到那些功能或是能夠發揮得多好 至少其中一個很關鍵的條件 就是要得到會使用這些錢的人的承認 之所以我們有時會覺得 錢就不可以我亂拿東西出來 就大家一起用 因為可能別人不承認那些錢可以換到東西 萬一我這次我承認你拿到這些頭髮回來 嚴肅很長 這次很棒 然後去買的時候買不到 那就糟糕了 對不對 但有個政府 至少有個好處就是保證 如果那個人不收 那他會有後果的 你應該要收的 這個是我們認定了是錢 所以這裏出現了一個問題 就是想說兩點 第一就是 似乎這裏重要的未必一定要是 有沒有一個政權去肯定 因為重要的是得到使用者的承認 而有一個政府在裏保證大家會承認它 這是其中一種可能的機制 但是第一 於是我丟兩個問題出來大家討論一下 第一這是不是唯一的機制呢 我們有沒有其他方法可以令到大家都承認某樣東西 作為我們交易的媒介儲存價值的工具 或者是離定價值的一個工具 第二就是如果有可能有其他的方式 去得到這一種承認 那都可能用回現在那個是最好的 但是會不會如果有其他選擇的時候 會不會現在我們用的那些 本身都有些限制有些問題 他可能做到某些東西 但是他會引伸某些問題 會不會是這樣 而會不會有可能有第二種機制 可以更好地發揮這個角色呢 甚至會不會再具體一點的問題 會不會可能現在用的那種方法 譬如我們一般所說的法定的貨幣 他那三個功能會不會有一些東西做得好一點 但是可能有一些做得不太好 會不會是這樣 而可能會不會有另一種方式 是會 就是可能另一些他做得不好的他做得好 或者甚至三人都做得好 就是會不會有這些東西 我想可能這樣可以看這個問題 是 或者如果說到這裏 我想大家都很關心一件事 就是我們那個標題都說一說 我們會說一些關於加密貨幣 或者是密碼貨幣 似乎拉打的重建來 就會大家都預期 究竟是不是就是密碼貨幣 我們本身就是一件很好的代替 就算不是比法定貨幣好也好 都起碼在某些功能上是可以代替到法定貨幣 或者做得更加好 是不是這樣呢 這個法定貨幣的缺點是不是真的這麼致命呢 或者我們先問一個問題 為什麼我們要用另一些方式嘗試去取代 究竟有些什麼問題或者是法定貨幣保存 其實我沒有一個立場是我們要取代美元或港元等等 我想我更多的角度是保元 即他有些事情做不到 而 加多些東西 其實錢是不一定得一種的 即既然我們剛才也討論了錢 拋開了錢就是法定貨幣的定件 錢可以有很多東西 我們可以在某些生活範疇裏面用法定貨幣 可能某些其他生活的或者另一些共同體 用另一種貨幣 其實可以是這樣 而這也是我的看法 我覺得如果純粹用法定貨幣 問題在哪裡呢 就是因為我剛才也說過 一開始就說錢其實就是價值的載體 我不敢在哲學節目說價值是什麼 但是我很粗疏的 就是我很雷紋的理解 價值就是一些東西重不重要 價值觀就是把什麼看成重要 什麼看成不重要 如果你用法定貨幣來視為一切 就是一切的錢就只是法定貨幣 我就會稱為價值的刀官 就是你不是用錢去衡量價值 你是屌轉了 譬如我們這些很典型的港式的對話 可能某些家長說你做這個職業 哲學不賺錢 職業也算是 你會覺得這件事沒有價值 你會覺得這件事沒有價值 或者你看到這件事 標過什麼價值 你就會覺得當時更厲害 因為它貴 而你不是從本質那裡出發去調轉 所以我以下的看法 可能有一點基進 就是譬如你們做哲學的 或者我文哲功讀者 我們其實不是很賺錢的 在社會上 我們一般來說 一般的人覺得是… 很有革命令 當然大家入口 有些悲哀 或者不太知道 給我們什麼價值 一般來說我們覺得 好像是我們的問題 但我們可以調轉本位去看 其實是一些法定貨幣的問題 他們不懂得反映 我們寫文字的人的價值 或者你們做哲學的人的價值 這些就是法定貨幣的不足之處 因為它既然是要在一個 民族國家的共同體裡面 去反映價值 它就要反映一種最根本 就是衣食住行的 所謂價值金字塔裡面 最底層的那種需要 它不能夠反映一些高層的需要 因為那些不是個人的需要 於是上層的需要 法定貨幣就反映不了 就造成我們一直以來覺得 為什麼那些東西不太賺錢 但它明明很有價值 為什麼有人不賺錢 搞一搞一搞就整件事調轉了 就是覺得不值錢的東西 賺不到錢的工作就是沒有了 連前特首都會這樣說 就是體育 不帶GDP 他會用一個這樣的角度去說 而其實很反映 他心目中在想的事情 我可不可以嘗試這樣說 因為我嘗試這樣說一次 看看重建會有些不認同的地方 法定貨幣的問題 剛才重建提到的就是在於它不能夠 去反映到我們某些行為 我們認為是有意義的 譬如說讀字學 或者寫文章 或者其他藝術的工作 很多的 其實人類的有意義工作有很多 但是為什麼法定貨幣是有問題 就是因為法定貨幣依靠著一些團體 那些團體就是政權 而政權是有一些行動的 或者有一些想法的 譬如說它會站在一個維持社會 或者維持國家秩序的角度 它會給你一些東西 或者告訴你哪些才是有價值的 你想想 從一個國家的角度 它肯定是希望多些人去 譬如說從事一些勞動的工作 好過你這麼多人去讀字學 一來就是譬如說 最基本你維持國家的系統 你一定要有食物 但是如果你維持國家系統 你未必真的需要這麼多人讀字學 甚至是越少越好 可能有一些極權的國家會認為 所以從這樣的政權出發 去批一些法定貨幣 或者去建構法定貨幣是怎樣的時候 它一定會令到某些有意的工作被忽略 而其實是站在政權角度 它正正地想要這樣 所以 又或者這樣說 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方法 就是我們選擇一些貨幣或金錢 不是完全價值上中立的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我很記得看這本書 《重建》裏面有個例子 我覺得很刺激 譬如我們可以想一下 我們流落荒島 一群人流落荒島 最初都是有些人摘山果 摘山果 有些人打野豬 有些人捉魚 有些人耕田 做不同的事情 有些人仿織 但是你要交換 你可能只會捉魚 你不夠 你要穿衣服 這樣就開始用來交易 這是金錢出現的第一個要付費的功能 就是它發現了 當然很不方便 如果用經濟學來講 就是交易很大 因為我剛好想要的東西 跟你不配合 但我要透過第三個人互換 越搞越大 不就要幾十個貨品 搞不定了 不過有一個簡單的方法 去衡量價值 可以給價值出來 甚至是交換方便 這樣就出現了金錢 可能最初是怎樣算 那裡沒有政府的時候 剛好好像我們五個人流落 不如這樣 那裡有貝殼 這是以前歷史上出現過的 就是用貝殼做錢 是人家做過的貨幣 那裡有很多貝殼 幫你撿一些貝殼來 然後就拿來做利益的價格 你用貝殼來交換 這時候 首先有一個第一件事 就是 在Roger的那個項目 就是你獲得大家承認才是貨幣 但是承認不一定要有政權的 那時候大家承認的 OK吧 它是貨幣 好了 但現在還有一個問題 這就開始到剛才的重要 我想帶出一個項目 就是一開始 怎樣分配貝殼 你可以有很多個分配的方法 是吧 第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就是全部是均分 那一選均分 你反映到某種價值 你覺得 equality是重要的 所以均分 但是你可以不均分的 你可以按需求分配 這個例子 如果你大吃一點 那我可能給你多些貨幣 給你多些貝殼 你瘦一點的體重就可以了 他少點需求的 給你少一點 這反映第二個可能按需分配 或者是貢獻 是的 貢獻 這個就是從前說的另外兩個例子 就可能是按照你 曾經出現過的現實世界上 就是按照你每天工作多少時間 就不算你那個工種 不然你是做法律諮詢也好 做心理輔導也好 還是很簡單 只是摘三個 總之你做半個小時就能夠給你 按時間來分配 還有可能的 可能你的社會是需要魚的 這個例子是 特別需要魚 你喜歡吃魚多一點 那不如誰捉得到魚 每一條魚就換十個回來 我想說的就是 那個貨幣你用的時候 你選擇怎樣分配 一開始怎樣分配 或者貨幣之後的運作方式 其實似乎不是價值中立的 你是支持 你支持 equality 還是支持 比如舉個例子按需分配 按貢獻分配 還是按社會 overall 都要什麼來決定 因為你每次選擇一隻貨幣的時候 其實你會有一些背後這樣的 價值是批准了 即使回到現實世界了 現在 我們譬如選擇用港幣 或者用某種貨幣 法定貨幣來計算 其實你不是價值中立的 因為那個法鈔機構 而且用盟友軍隊 有政府支持的那個鈔票 那個法定貨幣 其實反映了那個國家的某些價值觀 他們知道 譬如美國這樣 它需要的時候 你知道它是否會令到美金貶值的 它會量化寬鬆的 顯示了它什麼時候會量化寬鬆 我們就看它了 有什麼制度支持 它什麼時候會量化寬鬆 其實它反映了我們應該 怎樣分配社會的資源 以及彰顯的貨幣是什麼價值 我想像如果以前有些真共產社會的 真是你用那個貨幣是完全不同的 因為那個貨幣的分配方式 或者運作方式 會發展到它不同的價值 我想說就是 似乎我會想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我們只是用法定貨幣 來理解什麼有金錢和貨幣的話呢 第一就是我們選擇很有限 就只能夠選擇那些 有政權承受的那些法定貨幣 而同一時間 因為它不是價值中立的 有機會有很多時候 因為剛才回到Alex說的一點 作為政權之外的政權 可能有某些誘因 使得某些價值張獻不到 或者張獻一些 其實我們不覺得值得張獻價值 那於是我們要想的就是 我們沒有辦法 既然不一定要透過政權 使用者的共識和認可的話 會不會有其他方式 可以令到我們有另外一些創造貨幣的方法 同一時間可以張獻一些 我們更加做得張獻的價值 那就去到譬如 區塊鏈這些技術突破 會幫到我們的手 令到我們可以製造一些 不再需要依賴舊有的方式 從而可以追到一些新的 甚至更加重要的價值 使得那個價值到固然不會產生 就是那個貨幣可以比較追到 我們覺得應該要承受的價值 這個就必然是 貨幣的多元不重要 因為不同貨幣其實反映不同價值 而我們有一個選擇 可以有些人張獻不到的價值 可以透過新的貨幣選擇 而張獻出來 所以補充兩句就是 看我理解 所以如果這樣說 第一我覺得有一個重點 就是錢本身沒有價值 錢的功能是幫你做一個媒介 譬如交換價值 儲存價值 你儲存價值 它本身不是價值 你可以說它作為一個工具很有價值 或者它去理定價值的一個工具 都只不過是 所以錢本身第一不重要 重要的是它要恰當地 履行到那些跟價值有關的功能 正確地去反映到一件事的價值 或者這個社會裏面如果有 問題第二點就是 這個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即就算一群人共同在一個社會裏面生活 他們都需要很多不同的東西 不同的東西都會有它的價值 但是似乎不同的東西有不同的價值 至少是很直觀的 而根據剛才的那些說法就是 我們用錢如果只有一種單一的形式 所以那種單一的形式 就不是說它是金還是銀 還是貝殼還是什麼 那你說我們只可以用銀紙 不如我們加上貝殼 這個項目不是在那裡 就是那個形式可能是 我們要想辦法令到 所謂不同類型的金錢 不是只有款不同 而是它可以以不同的方式 去反映到不同類型 社會裏面不同類型重要的東西 才能夠恰當地 令到我們知道怎樣去儲存這些東西 去跟別人交換一些東西 又不會換錯了 如果兩樣東西根本不應該這樣換 我用同一個媒介 總是有些人可能會比較好 可能再引申到有些未必公平 因為可能有些人用這隻貨幣 特別有利一點 因為它重視的東西 全部可以如實反映 所以問題就不是說 即使政權是否不重要 即重要的不是換另一個 不是一個換一個的問題 而可能每一樣東西 它都有一定它的限制 它反映做到的只是某一些 所以重點就變成多元 與單一個對比 而不是用一個來換另一個 是否可以這樣理解 我很同意 其實我覺得很有趣的就是 我不知道是有關剛才這麼巧 還是我沒有在文字學上去研究 為何我們叫單元做單元 多元做多元 原來圓是這樣解釋的 原來一隻貨幣就會令到你單元 原來你要多元 是 星空居然 原來你要多元的前提 原來你至少要有貨幣可以選擇 你才有得多元 實際上我不知道為何會這麼巧合地 不過我想補充就是 我們很可惜要完結了這個單元 所以我們下一節會繼續談 究竟所謂多元單元 我們應該如何用貨幣去理解得更加好 十六比九 這個是我們頻道的名字 又來到我們第三節的 我們不說太多廢話 時間就是今次 我想Tommy有些事想補充 剛才我們剛才說到單元多元 似乎有多些選擇就好一點 甚至乎可能如果我們想到一個 即是超出我們原本有的法幣以外 如果有其他可能就更加好 我們這樣說 但其實人類歷史上都出現過類似的東西 那件事就應該是黃金 黃金首先不是任何一個政府 黃金不是這樣的 即是不同於普通我們所謂的法幣 法幣就是中央銀行 我喜歡印很多 黃金至少都是開採 並且也不是唯一一個國家可以開採 每個國家都會開採 並且開採完出來 大家會承認它是有價值的 即不是你掘到金 我不認你 是大家都會覺得它是一個 很好的儲存價值的媒介 似乎人類不是已經有一個突破 或者本身已經有這件事了嗎 為何我們還會討論到 剛才所說的區塊鏈的技術 甚至乎 還有最近打仗的金價有聲明 通常是這樣的 打仗不相信政府的現金 變相就是我們會拿著金 這件事作為更加可靠的東西 我們會覺得是彰顯到金錢的一些功能 最真正的真金辦 真金辦的貨幣 我覺得說得很好 而通常我們說 武大台或者所謂的區中心化 都會將比特幣視為 第一個可以做到武大台 而產生的資產 大家認可的資產 但事實上就好像Tommy這樣說 其實黃金很多年前已經做到 而其實它是跨越時空地 跨了過千年 也跨了所有國家 沒有任何國家法律規定 你一定要用黃金去 但是大家都認 其實是一個很特別的情況 可以幫我們抽開技術細節地 大致上理解 至少認清一個事實就是 不一定要有一個大台才可以 造就一種大家認受的資產 視為有一定的金錢性 但是如果沒有了區塊鏈的技術就會 除了黃金之外就不會有其他可能 即是如果各位捷人想做一種 捷人這個共同體專用的貨幣 去反映你的哲學思維 即越有哲學奏藝越高的 就會越有這隻捷幣 你不能做 因為你沒有工具去做 而區塊鏈就令到一般人都有能力去做到這個效果 還有我想黃金是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現在我們不是 好像玩遊戲一開始大家都是公平 然後就去掘金 不是這樣 即是你一被投擇到這個世界 是有些人或是有些國家團體多些黃金 其實都是有一個問題 就是其實你現在一個社會的制度 或者國家與國家之間 其實都是有一些人團職多些 所以我當用黃金作為一個金錢的最核心的單位 都是多一些 那對於後來的人是不公平 其實可能是否也會有這樣的問題 而且金有假的東西有問題 你拿來交換的時候 可能是樣子而已 很多人是假的東西 原來是橙 所以我都是用黃金也不是價值中立 即是最初如果沒有人窮盡金的時候 就是張慶的什麼價值呢 就是看你很幸運 看你這樣生在那個地方附近 會不會有多些金錢 而且反映了什麼 就是掘金的能力 掘金越強勁就容許它越多貨幣 而且也要周圍的人喜歡這個顏色的東西 也是的 反映一些其他價值的意思是 但我們也不一定有問題 尤其是現在都掘了很多 也掘了很多 那也有其他問題 可能已經全職了 搞得不公平 但我的意思是它不是價值中立 就算最初沒有全職的情況下 也不是價值中立 反映了你穿著什麼價值 就是看你很幸運 還有能力的掘金 但我們可以有其他可能的話 我們有其他選擇 例如剛才重建說 有機會我們可以用其他區塊錢的技術 可以用第二種貨幣 有其他技術 如果分配機制和之後的運作機制 是不一樣的 有機會可以用其他價值的 而這個就只是用黃金的貨幣 就做不到 所以未必是黃金 本身很有問題 因為每個幣都可能反映了某些價值 反映不了某些其他的 但起碼它不允許有選擇 而我們如果有區塊錢的技術 或是虛擬貨幣 就是用這個詞 有機會會允許其他可能出現 這個就會重要 我估計是這樣 我挺同意的 或者我不將那些視為黃金 或者說法定貨幣的問題 我反而會將視為一個邊界 它是有用的 它絕對是有用的 我也都很願意收黃金收法定貨幣 但是它有一個邊界 它不是無限可以做到任何事情 至於剛才提起的虛擬貨幣 我自己很少用這四個字 不是對還是錯 而是第一它太闊了 它可能代表任何事情 譬如每一個遊戲裡面的遊戲幣 又叫虛擬貨幣 比特幣又虛擬貨幣 然後你百日通的又虛擬貨幣 然後也不知道你說什麼 就是太闊了 二就是我想有另一個 如果那個語境是說用虛擬貨幣這幾個字 去代表我所稱為的密碼貨幣 這裡有一個挺大的問題 是虛擬那兩個字 但很有趣的就是 其實英文是沒有問題的 英文是虛擬貨幣 但是虛擬就不知道誰翻譯 我覺得是翻譯都很差的 因為兩個字都我覺得比較負面 虛也會聯想到虛假 虛浮 我沒有聽過虛字是正面地形容的 而移就是模擬 你是嘗試模擬一個物理世界裏面的某一件事 但是我們回答在三十分鐘前一開始已經說 其實金錢就是價值的載體 價值其實是模型的 其實反而是人類不太擅長去處理一些模型的東西 尤其是在數位技術未出現之前 互聯網未有之前 我們不知道如何處理一些模型的東西 於是我們用一些有物理存在的東西去代表一些模型的價值 所以不要這樣自存在 但是中文沒有那麼遲 但其實我覺得反過來其實是實移 我們用的法定貨幣是在實移一些價值 所以我們如果說虛擬貨幣 我們就會理解錯了這些紙張 這些銅板就是貨真價實的金錢 而那些是假的 事實上虛擬這個概念只能夠應用在有物理存在的東西上 你可以虛擬杯子 虛擬杯水 虛擬人 虛擬偶像都可以 你不可以虛擬一個概念 所以虛擬貨幣我是很固執地去斟酌這個字 那我就會用文物貨幣這個字 或者比較多人叫做加密貨幣 但是這個我有少許技術原因 因為加密貨幣一般都是沒有加密的 所以我會把它稱為密碼貨幣 只不過是這個字剛好有少許令人誤解 因為英文的密碼貨幣和密碼貨幣都翻譯了作密碼 其實密碼貨幣 大家知道加密貨幣或者密碼貨幣 英文是密碼貨幣 可以由一般人不是一個政府 亦都可能沒有其他軍隊的支撐 或者歷史的偶然 他可以主動地去提倡他某一種價值 某一種機制 某一種原則 去到定義一種 我不將它叫貨幣 我會用的字是通證 其實是Token的新的翻譯 來實現剛才我們說的節幣 如果你想到一種機制去公平地衡量你的節學涵養的話 大家認受的話 就會變成一種節學的共同體裏面 通用的價值交換工具 我想剛才重建其實提出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似乎可以不用框死在法庭放閉 我們可以譬如說用一些其他的密碼貨幣 就是去彰顯一些意義的可能 但是會不會是這樣 就是有很多人其實是對這件事很抗拒 為什麼呢 抗拒的原因就是 他始終會覺得好像有一些風險 譬如說大家都知道 譬如說比特幣 或者以太坊其他不同的貨幣 好像是一來有升跌 當然法定貨幣也可以有升跌 就是你看勞告 不然就沒有人炒外幣 就是全球有升跌而已 沒有升跌就不知道做什麼了 但是始終我們都會有一種心態 或者很多人都會覺得 這一種是一種投資 或者是投機 甚至會 我不想搞這麼多東西 就是我不是更加好嗎 譬如說我出工給我 我就拿著這一種 雖然你說其實他未必可以顯示到其他的意義 但是起碼他不會令到我有所損失 那不是這一種更加安全的做法 這一種這樣的想法其實是 會不會是我們看漏了一些東西 第一我們打算虛擬貨幣已經假假地 如果這樣叫名字當然有影響 第二就是其實也不重要是名字 最重要是用到 錢我要買到東西 儲得到 即是儲錢 儲了意思是將來可以拿出來用 這樣才行 但好像那些 那麼虛擬的東西 第一我已經不是很實在 雖然我也用卡 但那些我可以真的按錢出來 在銀行戶口不是只有數字 即是因為他以後如果想拿回一些 所謂現兜兜的真金白銀 真是拿到的 但是那些這麼虛擬的 第一我去買別人會不會收 我會想這些 即是那堆問題 第二就是我現在買了你說投資 你那些升跌我怎麼知道 即是因為如果我真的拿現金去買 去投資 如果它升了我可以拿到錢出來 這裏的數字我只見到那些數字增加 對我來說沒有意思的 可能會是這樣 即是我會這樣想 作為一個很害怕這些東西的人 我就會想這些 那你怎樣解救我這個疑惑 解救 首先我不從一個解救的角度去說 因為我不覺得這是一個問題 我也不是在於一個 我要銷售比特幣 我要說服別人買比特幣 或者任何比特幣的立場 我覺得這個問題反而是 如果你以法定貨幣 視為一種唯一的金錢 而不自知的 這個真是問題 即如果你是有意識地 你知道剛才譬如我們說的所有東西 即每種貨幣其實它有它的立場在 你有意識地去選擇 因為我的生活基本上都是以港幣 或者香港這個地方為一個核心的 你選擇用港元為你的本位 這個我覺得完全不是問題 但是如果你忽略了這個事實 其實貨幣可以有很多種形態 只是法定貨幣已經有很多種形態 而且法定貨幣以外 還有很多種金錢的形態 我覺得會是一種無知 或者至少一種忽略 至於投資的問題 我自己有個看法就是 其實所謂我經常聽到的說話 就是我以前也說的 就是我不投資的 我不知道你們會否說這句說話 但是我就經常聽到 包括我以前的自己 我會說 但是我會斟酌 其實所謂我不投資 其實就是在法定貨幣 真正正正不投資的是什麼人 我覺得有兩種人真的不投資 一種就是餐飲餐食 餐餐清 你一收到我就吃光它 我明天不開工 我沒有飯開 那我就真的沒有投資 另一種是什麼呢 譬如種穀物的 它有剩餘價值 剩餘勞動 剩餘的產生了的勞動成果 它就繼續保持穀物這個形態 它就真的沒有投資了 但是因為我們很多人說 日常我們現代社會 而且在香港這麼發達的地方 所謂不投資 其實你是用了港元去儲存你的剩餘生產力 其實你就是選擇了港元這種價值載體 這種法庭貨幣去儲存你的 成餘價值 其實你就是在投資 不過你不知道而已 這就是我剛才說的 我會覺得 如果你是有意識地 你覺得港元 我好看好港元 它明天就會跟美元脫勾 而且跟著一港元就不是 一美元就不是對7.8 一美元就會對78 那你就儲港元 否則的話 如果你根本不意識到以上的一些邏輯 而選擇了 我還覺得其他東西都是虛假的 等等 我覺得是一個罰糧 即是否可以這樣說 譬如我現在不投資 其實我的意思是 我沒有買股票 我沒有去買其他東西 我就直接 那些錢出了糧 就照樣放在銀行 但這也是一種投資 根據你的說法 為甚麼 因為其實我是相信 我將來拿回來的 即我放在那裡 因為我將來相信拿回來 現在拿回來的東西 是可以買到我現在想著 用那筆錢可以買到的東西 但第一 有可能家銀行不見了 第二 可能香港不見了 即家銀行在那裡沒有用 沒有了政府去支持 第三 可能是他們都在那裡 不過那些錢我現在有一萬元 其實以後只是可以 我以為現在一萬元 可以買一支很漂亮的結他 但以後只能夠換一批線 那已經不是那些錢 所以我其實如果不會這樣做 已經是覺得他至少不會貶值 這也是一種投資 我的理解投資 或者如果真的要說投資的本質 就是你去選擇用甚麼形態 去儲存你的剩餘勞動力 所以如果你選擇的是港元 就是一個投資 不過不好意思 因為時間的問題 我要先停止你 我們下一節再繼續談下去 大家好 又來到我們照片 這次來到我們最後一節 剛才嚴肅 好像是有些事情想補充一下 有 就像剛才有Paul 我覺得很興奮的 你問我看這本書 有很多東西學到的 但其中一個我覺得有趣的就是 投資是怎樣理解 是否真的會沒有投資 其實在現代人的角度來說 你不是正常來說 你一定會有些剩餘的 勞動力剩下 即是賺到的東西 賺到的錢 你很少會是 趁喝餐吃 很少去到這樣的 但如果你有東西要儲存你的 正如勞動力的時候 你有什麼商店 正常人說我沒有投資 意思是什麼 就是你在哪個地方 出那隻糧 你沒有轉走 譬如香港出港幣 你沒有轉走 做任何其他東西 你就覺得我沒有投資 投資好像是說 我是嘗試將港幣出那隻糧 轉做其他東西 從而甚至有目標 希望可以獲得獲利 增加升值等等 這樣才叫做投資 所以你覺得港幣就沒有了 我用港幣來想 但我經常覺得 很inspiring的是什麼 就是 因為你用港幣 而事實上港幣的價值 不是一成不變 即是 有機會會升有機會會跌 就算現在和美金掛 也好 美金會升跌 所以港幣也會升跌 我們經常說 去日本一元跌 其實可能是我們升了 其實不是可能 是同一件事 一元一跌就是港幣升 同一件事 價值在這個意下 尤其是市場價格 是相對的 你買東西便宜了 即是貴了或是跌了 一定是相對 在這個角度來說 即是你說 押引港幣 不是投資很奇怪 因為事實上 它絕對影響到 你剩餘的農導力 之後可以換到什麼回來 你的價值會有變化 同一件事 那什麼時候你會覺得 沒有呢 因為我經常想港幣 那你港幣對港幣 以港幣作為本位參考 就覺得它沒有變化 沒有升跌 好像價值很穩定 其實不是 我們一想到這個時候 要想它用其他東西的互換 從這個角度來說 其實所有東西都是貨幣 都是貨幣 回到剛才的想法 如果你覺得貨幣其中的功能 是儲存價值的話 事實上 你無論買了什麼都好 那些東西 都是某種貨幣 所以你要想的 就很不同 從此投資的角度來說 就是如果我現在 有這麼多的勞動力 要儲存的話 我應該用什麼媒介 用什麼貨幣 去儲存它 港幣是其中一個選擇 但我們從此不會覺得 這樣就沒有投資 我就要想整個盤 我應該怎樣整理 要儲存我的所謂投資 買一些外幣 甚至買一些傳統貨幣 但經過剛才我們討論之後 其實都可以貨幣的東西 包括了某些貨幣 甚至某些 剛才所說的密碼貨幣 那些只要它能夠做到的功能 似乎都不可以作為 都是我們投資的部分 從這個角度來說 我覺得是 令到對於投資的整個想法 是完全不同了 還有很棒 剛才和童彥有談過 他也有一個看法 待會再加回你說 就是我們不僅會 剛才對其他貨幣 或者整個世界 我們拿出所有貨幣 來比較港幣 我們直接會覺得 即是我們會反過來 我待會再加回他說 就是我們覺得這些貴了 覺得過了幾十年 以前老一輩那些 現在這些很貴 那些重建有個看法 其實這樣想法是有盲點的 其實在這裏 其實就是剛才嚴肅說的那件事 我們覺得 我很保守的 我不投資 我有一千元港元 我就保持一千元港元 你看看下年我還有一千元港元 我都沒有跌過 那當然沒有跌 你是一千元元 你用港元的角度去看 但是說出來好像很好笑 但是其實真的很多人是這樣想的 而他不意識到自己這樣想 是因為他用港元做本位去看一件事情 剛才說的例子就是 其實很典型的對話 那些菜之前 我以前三元斤 現在三十元斤 他的角度就是 那個賣菜佬飆貴了十倍 但是可能其實 那個金錢的購買力跌了九十百分 又或者有另一個 只有那麼多的策略話題的例子 就是那個本位和 怎樣去理解呢 就是譬如我們 譬如 譬如有人說 在香港的學校不應該說政治 但是可能他朝朝唱國歌 但是唱國歌不是政治 因為你在那裡 你只是現有的政權 你覺得現有的東西 就不是政治 如果你提倡一些和現有的東西 不一樣 就是政治 這個跟剛才投資的很相似 就是你其實意識不到 其實這都是選擇 我們經常說中立 中立就是選了一個位置 中立不是沒有立場的東西 你選了兩邊之間的立場 你選了綠色 這個就是很多人意識不到那個盲點 而這個是相當重要 因為如果你意識不到 可能會錯過了很多東西 或者 即使他這樣說 你可能會拿著不斷貶值的價值再看 而你不知道 只是覺得 為什麼那些人這麼無良 經常加到東西這麼貴 真的 我們這個重建有篇文 我覺得是挺棒的 可以堪稱是得罪了全香港人 那個標題已經是 原本沒有的 你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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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談到金錢 我們全都是建制派 其實是得罪了建制派和非建制派 對於建制派就好像貶易 然後對於非建制派也是更加的貶易 就是我突然變成建制派 其實意思是看上去編聞 就是 建制本身沒有貶不貶易 視乎它是擁護哪一個體制 就好像 算了不說 這個意思是什麼 就是 譬如說我們對於金錢貨幣的概念 其實很多人 大部分人 好像 就是政治上的建制派 就是擁護著 我們會覺得 我們 就一定要貼著那個體制之下 推出的那些法定貨幣 如果譬如說 菜貴了 或者雲吞麵 不知怎樣 好像又很貴 其實是對家的問題 就是商家的問題 就不是我們本身 擁護著那個 法定貨幣 可能本身是有升跌的 這個看法 我想 你說的是否很得罪人 這個說法 是挺的 但我覺得這位很令人 就是你其實沒有想過 你不停在 例如說港幣 例如說香港的建制 就是你相信它繼續保持它的價值 甚至你相信 你還在相信它繼續 增加聯合匯率 你還在相信 然後還要相信美金 因為你和美金搞了 你相信美金有沒有大幅貶值 但是會的 大家都知道08年開始 就是大幅度的 首先就是70年代已經有了 就是放棄了 黃金掛 沒有了金本位制 容許了貨幣可以隨意浮動 包括了美金 作為主要的 人人都持有之後 容許美國政府更加 沒有後顧地 繼續不停發行新的貨幣 從而解決它自己社會的社會問題 在這個角度來說 你不正在轟轟香港的建制 你在轟轟整個世界 就是資本主義和美國為中心的某一種政治 和經濟體制 你在轟轟它這個體制 第一沒有問題 第二是保證你的金錢繼續有 第三 保證你的金錢有一定的價值 而這個在很多實證顯示 就不完全是對的 而你沒有想過這件事 就覺得一些對加的東西是貴了 你沒有想過你抓住 一同一件蛇 其實就是在跌 而原因甚至是那件事在跌 才會更加重要 因為它量化寬鬆 從一個角度來說 我覺得完全突破了我們對於投資的思考 當然我也會說 投資不是只是為了 使用什麼貨幣 或者使用什麼價值載體 去儲存你的成為勞動力 不只是完全是考慮價值的升跌 可能有其他考慮 例如你在香港住 我迫住港幣 沒有辦法 有其他批力圖 去考慮 其他價值的考慮 甚至是有它們 將它們的價值 我還是要用那隻貨幣 有這些考慮可以 但就算人們說投資 說價值升跌也好 它是分類了這件事 就是港幣本身 或者那隻法定貨幣本身 你是統一整個建制 而這件事其實是 對於很多價值 很多升值 價格的考慮 不是完全中立 有很多東西反映在背後 我想其實有這個現象 是因為大家對 沒有大台地去做一隻貨幣 沒有想像力 或者之前根本不存在這樣的工具 去容許你沒有大台地去 創造另一隻貨幣出來 或者價值再看出來 所以有一點硬實地 你都 我當然要這樣 一不就是黃金 一不就是我當地 或者是其他地方的法定貨幣 這樣就會被迫著 有一種這樣的想法 如果我們可以抽開一些 或者理解到世界上有一些技術 或者開始慢慢出現的一些技術 就算未完全成熟也好 是人類歷史上首次 大家可以很自由地去創造自己的價值再看的話 上面以上的東西 全部都可能會改寫 但是是怎樣的一回事呢 還有沒有大台的意思 如果政治上我們比較容易理解 就是可能大家不是聽某一個人做一個指令 或者某一個團體做指令 大家都會有自己的想法 但是就找方法達成一個共識去做一件事 但是如果在貨幣上 其實是甚麼意思 我剛才覺得你有一個關鍵字 說了出來 非常好的就是共識 我們經常說沒有大台 但是其實這個比較負面的說法 就是說你沒有什麼 或者你不是什麼 你沒有說清楚其實你是什麼 沒有大台 如果真的只是沒有大台 沒有意義的 有甚麼好討論 就是一盆散沙而已 沒有大台的核心其實是有共識 就是要沒有大台之下又有共識 這個才是值得討論的沒有大台 而在技術的角度 如果我們說區塊鏈 沒有大台可以反映在至少兩個維度 要達到的 一個維度是它在物理上是分散的 這個不難做到的 其實一般就算我們上Facebook 它其實我們覺得是一個Facebook 但是它其實有很多不同的伺服器 在世界各地很多不同的地方 它分散了 但是我們不會說Facebook是沒有大台 因為就算它100台伺服器 在100個國家也好 它都是聽Mark說話而已 所以這個不是沒有大台 這個只是分散而已 不是分散而已 不是分散而已 如果要滿足第二個條件 就可以稱得上是分散 就是它要在權力架構上都是分散的 不是聽一個人的說話 所以除了Mark的例子 另一個例子可能是某一場選舉 它可能說 例如本來這個元首是由600個人選擇的 我現在加了1,200人 我真的好 但是如果600個人也是聽那個人說的 即是聽某個機構說的 1,200人也是聽那個機構說的 其實沒有意義的 你加了122萬人 如果最終都是聽某一個人說的 但是如果譬如我們用陪審團的例子 陪審團可能只不過是三幾個人 但是它的來源是沒有人控制到的 它是隨機地抽 我們控制不到它的種族 它的膚色 它的信仰 它的政治合場 這個反而會比1,200人更加相對地沒有大台 沒有大台只有一個光譜 即是不是說有大台還是沒有大台 而是有少許錢沒有的概念 就是有幾沒有大台呢 或者有幾大台呢 我會這樣看 而區塊鏈就是可以 就是一種技術 令到你可以沒有大台地達到共識 所以或者會不會可以 我不知道怎樣說 因為這個可能跟技術問題有關 我覺得區塊鏈的特點是在於 第一就是儲存上都是多於不同的 儲存上都是很分散的 但同一時間它不僅僅是 譬如一隻貨幣 它怎樣運作的時候 一般來說就是不僅僅是 它的儲存是很分散 它的決定機制都是很分散的 這個就是重點 當然每一隻貨幣 事實上來說就是很多隻 所謂的密碼貨幣 不是一隻貨幣 有些比較出名 比特幣是最出名的 可能是其中一隻 但我們知道有很多 而每一隻貨幣 實際上它的運作機制都不同 在整樓的制度運作上面 它們有不同的權力分佈 令它們可以支持 做到不同的任務 不同的功能 但起碼它的技術上 容許了一件事 就是很多不同的用戶 可能很多 整千相聞都不夠多 這麼多的一些用家 它們就持續那些貨幣之後 因此有不同的話語權 會討論 甚至有機會投票 令到可以 不是由一個單位的公司 去決定究竟 是應該怎樣 那個運作機制 就是一起 有共識去做的 而且這個很有趣 而且從一段時間 也很透明 大家看到了 留下了規定 可以改 改完之後 但是它之後 之前整個改的歷史 都留在這裏 這件事就令到 這件事高度透明 得來 亦都是很 很沒有大理 就是在決定上面 在決策上面 不是某些個別的公司 做完的決定 而這就是技術上 容許我們發生的事情 而之前 可能就算人人都想做 但是不容易 就是我背學的例子 可能五個人可以 如果一個出百萬的社會 多些幾千人 幾百人都不行 你怎麼可以很 做決定 但是區塊鏈 就令到這件事得以可能 我估計是這樣 我估計是這樣 但是我有一個問題 就是 剛才葉叔說到 可能有些觀眾未必知道 就是 現在有一些技術 是你持有某些貨幣 或者是NFT 今天不討論 你是有權去投票 如果投票 可能就因應著你持有的 那些貨幣量 去 你便有多少分比 但是 有一個問題就是 因為其實現在很多的貨幣 就是我們說加密貨幣 所謂沒有大台也好 其實我怎樣持有它 其實都是用金錢 法定貨幣的金錢去換回來 其實不是 都是會有一些問題衍生 而反而會 在有大台之下可能沒有 問題是甚麼呢 就是 如果我是很有財力的 即是我有幾百億的美金身家 接著我換成某一隻幣 我同時的幣 容許我因應著我的持有量去投票 這樣我便可以控制著 整個機制是怎樣運作 而你想想 如果是在一些有中心 有大台的機制之下 譬如說 美金或者是 其實一些密碼貨幣都是有大台的 這樣的話 其實它可以操控 即是它就覺得 你這些是惡意的收求 惡意地去持有 影響著整個生態是不健康的 那怎樣處理這些問題呢 這些不是另外一些更加麻煩的問題嗎 這個問題很大 我想今天不會夠時間覆蓋太多 我想我粗疏地回應一下 第一就是 我想以上的問題其實都存在的 也都 區白天肯定不是一個完美的方案 或者可以解決所有事情 而剛才我們 我想我想說的一件事 是有一件事我特別覺得重要的 就是以上我們說的貨幣 就是這些這樣的共同體 它跟物理世界裏面 民族國家的不一樣之處 這些共同體是不可供應的 不可供應的 不可供應是體驗在 你可以自己選擇進去 亦都可以自己選擇離開 即是我們的用腳投票 你亦都可以同時在不同的共同體裏面 存在或者去生活 還有一個更加特別的就是 你可以有一個叫Forg的概念 就是你可以因為 所謂世界的特性就是 你可以望眼複製 而且沒有成本 你甚至乎可以複製一個 譬如你覺得今天的香港不好 你不能夠複製的香港出來 雖然有人可能提出一些概念 就是我可以在某地方買個島去 即97的時候應該有人說 但是那樣東西都會不同了 很明顯是會不同了 但是所謂世界是真的做到的 所以如果 其實我跳過了很多中間的細節 即是有很多博弈理論等等 去盡可能避免你剛才所說的事情發生 但是我時間關係 或者不能夠轉太深去技術討論 我當那些事情都避免不到真的發生 最最後那一招還可以 即是我們那個世界 還可以做一招就是 所謂Fog the government 即是整個復一套出來 即是 到了這一分鐘之前的世界 我都滿意的 不過這一分鐘發生了一件事 某一個交易令到我不再想在這個世界生活 我就用這一秒鐘的區塊 就是來回覆一份 成立一個新的世界 因為有很多人都不滿意 所以他們就會在這個新的世界生活 而且大家的狀態 我不是說民族的狀態 是大家的狀態是保持的 將它帶到這個世界 所以反過來來說 亦都因為有這樣的機制發生 所以沒有那麼容易被人予取予跪 搞死這個世界 因為如果真的搞死了 大家就離開 那麼它在這個世界中 青狼青霸其實都是沒有價值的 這個有一點轉得深了 但是我嘗試 我覺得很有趣 因為它是說 用數位產生的貨幣 如果你只是看法幣 法幣還有一個身體的文化 那些是有一個很不同的位置 就是不可以複製 這個位置可以複製 這個不同的位置在於 我們沒有辦法離開 如果我們只是沒有法幣 我們是走不掉的 譬如我不是隨意想移民 走不了 如果我留在香港 如果香港就想到港幣 沒有其他社會盈款的貨幣 在你世界中生活的話 你會被迫使用 所以當出現了很多 譬如剛才的問題 現實世界也有 可能會有些人壟斷 有些不公平的分配方式 令到你生活得很悲慘 用這種貨幣 但你走不了 你只會被迫住 在圍曲求全 但如果在數碼世界就不同 這件事 有個積極的移民 因為我起碼可以作出很多可能 於是這個世界是不行 下一個 下一個 我永遠都可以移民 有些像《Doctor Strange》 不停地 放很多不同的世界 去找個可能 這個移民的可能 我覺得是 因為技術的進步 而引致 容許這件事出現 但在物理世界 我做不到 而這個就令到 好像似乎 有些問題 起碼不是完全沒有 但有機會 起碼可以避免 起碼減輕了一些 今天其實 因為其實你說到 剛才我們嘗試 去進入一些更加技術的問題 譬如是區塊鏈 或者是怎樣 改善政府 其實是很多的 就是很多技術的層面 我們很難去探討 雖然我們其實很想探討 但我們現在 很難在最後一節那兩分 尤其是在哲學節目上 加上我們都不是很想去技術 所以我希望 其實真的是真心 希望可以再重重結在其他地方 或者我們再進入下一集 怎樣說其他地方 再請他上來 我們要再請他上來 我們在數碼世界都可以 可以再繼續討論下去 其實今天的時間 我想都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的收看 希望我們下一集再見 多謝高見 多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請他簽名 簽了就好 好